眼前的女人正在重金求紫 再次为了家庭 想起来一个强烈的女人 所以我 你也很高 尼勒以为自己绑上了富婆 然而下一秒对方就露出了原形 几十里的螳螂币瞬间腾空出现 他直接被吓得赶紧推掉拥抱 但此刻想逃 显然已不可能了 眨眼间 富婆就退去了女人的皮囊 随后化为一只巨型螳螂 不由分说的就向他扎想 他赶忙跳跃躲避 然后拿出那落颂的外挂风雪 最终成功地收下了对方 但风雪也因此被螳螂币给割伤了 他不禁地有点担忧起来 甚至晚上都久久未能入睡 因为曾经他的父亲 就因为风雪扩大的缘故 导致被吞噬的渣都不少 想到这 他就意识到了自己早晚也会那样死去 于是为了不连累犬夜叉阿里等人 第二天天一亮 他就脱离了小队 然后返回家乡 寻找自己的养父 看看是否有解救之法 然而养父看了一眼他的风雪后 却是大吃一惊 彌恶到你心中 尼勒绝望了 没想到自己还没泡到一个妞 就要阴年早逝 但下一秒养父却告诉他 那是骗他的 他气得当场就是一拳 玩笑开过后 养父开始认真起来 然后拿出一个罐子告诉他 被螳螂割伤的伤口可以治疗 但是在痊愈之前一定不能使用风雪 如若使用 风雪就会顺着裂开的伤口扩大 届时他真正的死期就会提前逼紧 说完养父便扛着罐子去治药 但就在这时 天空却逐渐黑了起来 明明刚才还是天气晴朗的白天 就一下陷入了黑暗 原来是药房里潜入了妖怪 可养父发现之时 以为是一晚 瞬间就被对方控制了起来 随后到了晚上 他来到弥勒的房间 趁着弥勒熟睡 直接掏出菜刀 打算一刀剁了弥勒 但关键时刻 弥勒却突然一下子 猛然醒来给磨到了一旁 没想到又是奈落 弥勒气得咬牙切齿 但他风雪伤了 左臂也被砍伤了 当下之际是要尽快逃命 于是他让狸妖赶紧带自己出去 但此时身后也跟来了无数的妖怪 为了不拖累狸妖 弥勒直接推掉狸妖的后背 然后怒斥其赶紧离去 而自己则来到父亲的坟前 打算就此等待生命的结束 不一会儿 他就被妖怪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好在此时正在逃命的狸妖 意外之中刚好碰到了 前来寻找他的犬夜叉中 然后在原路返回 在他正要被妖怪吃掉时 犬夜叉闪亮登场 一刀就可以殴了所有妖怪 但与此同时 被妖怪附体的养妖引发起了攻击 用佛珠直接压住了铁碎牙的化形 然后再束缚住犬夜叉 让无数的妖怪蜂拥而上 然而犬夜叉的一个散魂铁巢 依旧所向披抹 老和尚健壮 于是开始施加佛珠的压力 让犬夜叉趴倒在地 同时放出一群的古狐虫 明家看到后 认出了这虫子 并向阿里等人说明了弥勒的养妖 便是被那虫子控制了心神 而操纵古狐虫的狐虫应该就在附近 只要抢走那狐并对准和尚 应该就能让老和尚恢复神志 于是众人开始疯狂找狐虫 没一会儿七宝就找到了在屋顶的上方 阿里立刻拿出弓箭射冲 但是不料对方却逃走 他们只能前往追击 但此时的犬夜叉 力量已被压到了极致 面对那扑式而来的妖怪 他不知该如何应对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尼勒不顾伤势 直接毅然地甩出风雪 将所有妖怪都吸入黑洞内 老和尚惊了 因为这样的话 四魂之欲碎片也会被吸进去 渐渐地 他对犬夜叉的压制 开始随着他的分心逐渐解误 于是犬夜叉逮住这个机会 直接挣脱束缚 然后上前一拳将他打飞 再返回弥勒这边及时止住风雪的引动 弥勒得救了 但同时没了风雪的控制 妖怪也再次吸卷来 在这危机关头 犬夜叉赶忙拿起铁碎牙 然后挥刀斩下 刹内间 这波妖怪全部化为了飞灰 甚至天际出现了一股闪耀的白光 阿里惊呆了 七宝惊呆了 妮勒惊呆了 他自己也惊呆了 难道这是心解锁的绝招吗 但就在这时 胡使眼看大势一去 直接快速地逃离了此处 好在珊瑚及时发现 一个飞来鼓瞬间将其打落 妮勒的养父这才得以恢复神志 然后再帮助妮勒治疗风雪 但是我觉得这贤猪手大可不治 这是犬夜叉第一次使用出风之伤 仅仅一刀便劈开了云霄 无数只妖怪顷刻间灰飞烟灭 奈洛得知消息后 深知派再多的妖怪去截杀也毫无意义 所以干脆先把刀给夺了 没了刀的犬夜叉就如同废物 于是他派出了珊瑚的弟弟火 然后再用四魂之玉碎片控制其身躯 抹掉其积影 让其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人后 在提前派到犬夜叉中人的必经之路 扶杀一整条村的村民 面对这种凄惨的画面 弥勒本想分头调查一下 但就在这时琥珀出现了 瞬间一个镰刀就甩了过来 好在犬夜叉反应迅速 一刀给挡了回去 可面对这个重建亲人的画面 此刻的珊瑚无疑已被乱了方寸 奈洛得知得逞后 于是立刻收网 直接控制琥珀往自己这边跑 而珊瑚自然也追了上去 但万万没想到 前方居然设置有一道结界 除了珊瑚能进去 犬夜叉等人都被隔离在了外面 一点进去的办法都没有 弥勒的心中 隐隐涌起一股不安感 而此时的结界内 珊瑚已和奈洛碰上了面 奈洛表示他弟弟的命 现在就掌握在他手中 如果想救弟弟 那就回去把犬夜叉的铁碎牙偷来 如若不然 那就取走他弟弟体内的四魂之欲碎片 让他弟弟立刻丧命 很显然 奈洛这是在拿虎珀的命要挟珊瑚 就这样 珊瑚心事重重地返回了队外 众人看出了他的神情 知晓了屠杀村民的是他弟弟 也知道这次设下陷阱的是奈洛 所以并没有过多追问 而是带他先回去歇息一晚 然后弥勒顺便超渡一下死去的村民 但晚上珊瑚始终是久久未能入睡 他的内心极度挣扎 虽然他清楚地知道弟弟早已死了 现在跟在奈洛身边的只是个傀儡 可他始终过不去心里的内关 毕竟那是他在这世上谨慎的亲人 于是他为了弟弟的性命 还是打算偷走铁碎牙 但就在这时 犬夜叉却醒了过来 随后弥勒也突然苏醒 原来他们是感觉到了有敌人来袭 此时外面已被妖怪层层包围 犬夜叉化落琥珀就立即挥视进攻 无数的妖怪顿时蜂拥而上 但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后 他发现琥珀也不是很强 于是立马发起反攻 但是正当他挥刀上前遇杀了琥珀时 阿黎却阻止了他 他只好放下铁碎牙 然而就在这时 琥珀说话了 他自责地痛恨自己 因为是自己杀了爸爸 以及村里的所有人 于是他打算就此了结 直接一镰刀戳向自己的后背 然后取出维系自己生命的 似魂之欲碎片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珊瑚出手制止了 因为珊瑚知道这是奈洛对他的试探 于是赶忙拔起铁碎牙 然后向奈洛的城堡飞去 琥珀也紧飞其后 奈洛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当初犬夜叉与杀生完费了半天 都拔不动的铁碎牙 竟然被他轻而易举地拿了起来 难道是鹰刀城主这副身躯的员工 就在珊瑚为了拯救弟弟的信任 为他拿来铁碎牙时 由于他不肯放了火货 于是两人一言不合 直接开干 珊瑚持着铁碎牙上前 本以为他是要砍人 没想到却是把铁碎牙扔了出去 这波骚操作咱不理解 但奈洛却似乎不是珊瑚的对手 那身狼皮伪装一下子 就被珊瑚给劈开了 不得已地露出了自己那帅气的模样 最终他忍无可忍 直接拿出真实实力 一刀砍碎珊瑚的匕首 然后再顺势一刀划飞珊瑚 云母见状 瞬间从背后袭来 一口咬住奈洛的肩膀 但万万没想到奈洛的狐臭竟这么丑 直接就把人家给熏得满地抽出 把珊瑚制服后 奈洛叫出了火货 原来他拿四魂之狱的力量救活火货 其实不仅仅是威胁珊瑚盗取来铁碎牙 而是事成后 再让两姐弟自相残杀 让珊瑚增恨弟弟 然后亲手了结弟弟 因为这样一来 弟弟背上的四魂之狱碎片就会沾染邪气 这就如同当年让彼此信赖的结果与犬叶差互相增恨 自相残杀的圈套一模一样 奈洛这算盘打的可谓是一时二年 既能不费吹灰之力拿到铁碎牙 也能同时让碎片沾染上邪气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无论琥珀如何伤害珊瑚 珊瑚自始至终都没有拿起飞来骨反击 奈洛不明白 一个杀害了父亲与同伴的弟弟 姐姐却不肯取其性命 甚至弟弟的命比自己的还重要 他实在想不通 珊瑚为何能达到这种境界 而就在这时 犬叶叉众人也来了 奈洛深知此事已失败 于是直接用瘴气将众人包围 欲把犬叶叉淹没在这瘴气之海中 然而阿里却发现了他的所藏之处 因为他的身上带着似魂之玉碎片 于是阿里果断拉起弓箭 一发破魔之箭顺发而出 刹内间核弹爆炸 就连犬叶叉也被那股强大的气流所震舍到 奈洛则无疑更加惨 直接就断去了一臂 他懵啊 这个女孩 这个力量是什么 这个力量是企业的 就这样 奈洛为了验证阿里到底是不是杰梗的转世 于是又硬生生地吃下一发阿里射出的箭 这一次他终于可以确定了 这的确是杰梗的破魔之箭 他赶忙带着虎坡逃走 甚至连铁碎牙都顾不上 再不走真的就交代在这了